Hello 大家好 這次又是平常探的時間 這次想說的是 我想你 將來出來工作或是工作 都會有機會遇到 我相信每個人 一生人都會有 一兩次機會遇到 那就是什麼呢 首先我講到其中一件 其實我之前可能也講過 經歷上的影片 但再講一次 我不太肯定有沒有講得那麼清楚 或者詳細 有都不要緊 可能這次再以另一個角度再講 首先我講一下 我是讀完 我好像讀完中學 找了一份兼職 好像還沒做過 好像還沒做過 那時候是第一份工作 第一份暑期工作 看報紙找工作 那個年代很流行 現在應該也是 看報紙 總之類似文職的事情 我很想做 我當時小時候 就覺得做文職很舒服 其實坐在這裏做野野工 比較好 那我打電話去問他 我忘記了那段請人 是說什麼 總之我打電話去問他 就說OK 上來見工 那公司我記得是葵方地鐵站 工業區 工廠區 那我都上去見 好像上去見 那我記得 我不記得 我詳細情況也不太記得 總之上去見 就見了類似的 穿西裝經理房 有經理人 都OK 他說 我知道我沒有工作經驗 又沒做過事情 那衣著上 我現在想起到 都很隨便 應該都是 一件T恤 然後就是 好像那時候 是西褲 然後就 還會套著衣服 拿著褲子 怎麼說 拿著褲子 那個T恤 很噁心 現在是正常 我沒見過 除了穿西裝 除了穿西裝 沒有人的褲子 會套著衣服 正常來說 除非是 江澤民 鄧小平 那些年代 才會 優褲優到上 優褲優到上 心口 那些不要說 非常學習 現在都不太好 但我經理都照聘 他說OK 可以試一下 不要緊 我們這裡是 幫助新人 說得很偉大 那我小孩 沒有經歷 那你也很開心 總之有份工 OK 由於讀書時期 一直都是一個很瘦 而且覺得 沒什麼用的人 那就是 找到一份工 很開心 我相信你第一份 見得成的工 你都應該挺開心 正常情況下 不是那些 你是二世祖 你爸爸迫你 你畢業後 一定要來我公司打工 通常二世祖 又不喜歡 他們覺得 在自己 有錢 爸爸的家 做事是很便宜的 很沒面子 但你給我 我馬上做 但二世祖 永遠都不會明白 這個窮人的道理 那不要說這些 然後 第二 他就說 要穿西褲 我忘記是什麼 但我還是要穿黑皮鞋 總之 簡單來說 他要求 就是要你穿西裝 最好 當時我剛剛讀完中學 便會 衣著很隨便 怎麼會這麼講究 我記得是穿著白色的襯衣 這是一件校服 校服沒有校章 大家知道是打梯 白色的襯衣 一條 中色的西褲 中色即是淺啡色 簡單來說 然後 上學的黑皮鞋 非常之不倫不類 我現在回想起來 我覺得這個配搭是很奇怪 一件班學的襯衣 跟著一條 出街的 啡色的西褲 納一條皮帶 然後就黑色皮鞋 穿白襪的 那時候我只是穿白襪的 那 有一點吊腳 當然你沒有錢的關係 褲子就不太合 不是太合身的 走起路上來都會看到 吊腳 看到白色的襪子 真的很噁心 撐不住 雖然我現在也是讀 但問題是 回想起來以前的衣著 也很誇張 那 他 其實 我幾年有經歷 看到我的衣著 都臉色一沉 哈哈 我印象中他好像 有一剎那閃過 是很呆滯的 哇 心想這傢伙不是 這傢伙也算是極品 我感覺到他當時心理的描寫 應該是這樣 但他都OK 因為為什麼 其實這份工作是做什麼的呢 原來是 他們是一間公司 任常下 可能接了一些工作 可能有些公司找他 說你幫我推銷這件貨物 對 什麼貨物都有 以我所知 例如 例如 在街市見到 有些人開咪說 來看看 各位 師奶 今天特價 我們平時做開 100元兩件 我們現在特價 100元有5件 你過來看看 例如 這把刀剝薯仔的皮 很好 你平時在家 剝薯仔的皮 很辛苦 剝到手指都斷了 但這個 你一尺 就所有皮 都自己剝了 是不是很著數呢 你覺得100元5個 自己用不到這麼多 不要緊的 你看一下旁邊左右 有沒有人跟你一起買 一格粉 分享都可以 對了 現在買中有個鎮品 有個魔術貼 送給你 嘩 去哪裏找 你不要覺得 很厲害 為何你說話這麼簡單 你去街市去得多 鯪鯪上後 即是 好像你第一次看Merry 這條片 你覺得她好像銷售 其實我發覺 是不難說的 這些說話 你說慣了 你就會發覺 其實不難的 差不多 總之 那間公司 是負責推銷 一些 什麼貨品都有 例如電器 或者 甚至 一些家 即是你家裡擺設等等 都會 我記得那天 我們就負責 一些電動的鬍袍 是的 電鬍袍 我記得那個鬍袍 有三個 有三個圓形的鑽 摩托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就負責 充電插頭 那樣 就銷售這些 那當時 我就記得三個人去的 他分 他有一隊人 即是六七個 那我就跟著一個 經理仔 另外有一個跟班 即是我自己的跟班 即是一個經理仔 就跟著兩個跟班 這樣 就逐家逐戶 拍門去銷售 其實我發覺是 跟我之後 walk in 保險 那個銷售 即是 即是 配你去一個工業大廈 逐一按門 說銷售 先生你好 我們有一個 這個電動的 很棒 替鬍不會戒傷 這些 類似的 真的 不要懷疑 千萬不要懷疑 真的去銷售 那我不記得 我印象中 都隔了十年 我都不太記得 當時的情況 是怎樣 印象中 他就 去大廈住宅 那裏銷售 當時 其實 保安上 沒有那麼嚴格 以我印象中 記得 可能 大廈未實施 這個 即是樓下沒有鐵閘 電動要開鎖 即是 港版組 十多年前 都有開始實施 但 就沒有那麼普遍 所以 這個人 即是我們 其實也不能說這個人 因為我們跟著他 那 那 上一些住宅 那裏這樣銷售 這樣拍門 那其實 因為 他說我是第一次上班 新手 還有可能 事後 我現在想起 可能我懷疑 我衣著是非常噁心 他就可能不想 那些人見到我那個衣服 那他只帶了另一個跟班 他們穿了黑色西裝 打了胎 都很整齊 上去銷售 他說 你第一天上班 就經驗不夠 免得說錯話 你在樓下等我 那我沒有所謂 下下等 那你就上去銷售 那 所以實際上 我沒有聽過他們怎樣銷售 對 即是沒有聽過他們怎樣銷售 那些口 那 而他這個 怎樣 分勇 是沒有人工的 對 沒有人工的 即是要你銷售到那件 成功賣出 你才有勇抽 典型的 很白癡的銷售 當時沒有勞工法例 沒有管得 那什麼最低工資 這些沒有的 但 就算 現在 今時今日 我相信很多工 都仍然是有這些沒有底薪的 銷售 那你說 最低工資 那怎麼辦 其實有很多方法 做銷售 很簡單 我們做保險來說 你是自僱人士 即是自僱人士 即是我們 並不是我們聘請你 我是跟你合作的形式 即是大家 大家都是老闆 你是你自己的老闆 你是你自己聘請回來 所以 公司是不需要給 這個 例如最低工資 人工 是不受這個法例限制的 那你聽到很穩笨 但沒辦法 那你做 你可以不做 簡單來說你可以不做 所以現在很多 我想 我早幾年的保險 都是行這一套 我相信現在也是 因為 的確 你催不上 說真的 這條例 你催不上 我自願 我自願自顧 對不對 即是你要反戰 那政府也幫不了你 簡單來說 但是這行的風氣 即是銷售 不是保險 我相信金融 地產 這些 很多都是沒有底薪的銷售 這個撐開說一點 那你說這件事好不好 我覺得 就OK 銷售 最重要是銷售的 例如 保險 地產 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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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銷售 那我覺得 能借多勞多勞多得 你買得多 你自己收銷收得多 那是合理的 你沒有底薪很危險 那其實你作為銷售 其實你都應該不自在那一點底薪 可能有些都會有底薪 但象徵式可能會給你3000元 以前看報紙就是施永青 中原的時候 銷售只有3000元的底薪 3000元底薪 可能給你做巨馬費 或者淡屎 叫你吊一下鹽水 實際上銷售應該真的要多點東西 去拿多點勇 這樣才是一個銷售的制度 我自己是這樣覺得 但我是不行的 所以我是做不到銷售的 我自己知道自己的能力去到哪裏 所以我就沒有做銷售了 但我覺得銷售這個制度是OK的 沒有底薪 賣得多 抽得多 這個制度我覺得是OK的 所以我一直都跟大家說 你真的有把握 對自己很有信心 口才很好 你先去做銷售 如果不是 你只是賺PK 那你想安全一點 你可以去賣衣服 例如IT 賣衣服的IT 還有有什麼時裝 G2000 男士高級服裝 有些潮人的大型連鎖 我說不出名字 因為我本來沒有去 讀廟街 廟街其實沒有賣衣服 那些什麼... 不知道 那些... 不知道 Bossini 那些可能100元三件 我穿的那些賣衣服 我不是說Bossini賣衣服 我自己賣衣服 這樣說吧 戴頭盔 那差不多吧 總之你可以嘗試去高級的連鎖服裝 即是Liver那些 但他未必請你 但我可以說明 除非你的外貌是... 他很現實的 即是不要說什麼耳貌取人 他表面上就有另一個原因 是不請你 實際上 難聽說你樣子衰 他就不請了 好老實 因為Sales是對客的 即是你去Liver 你去賣衣服 如果給一個美女的Sales 雖然你不會覺得他煩的 你不會覺得他煩的 你覺得都OK 不用我自己看一下 但你都是... 起碼你有女兒跟你聊天 你平時沒什麼幾可 那你都開心 但如果一條很醜 每面暗瘡 的女Sales 走過來 老實說我真的不太開心 即是... 我都是普通人 那我真是說心那句 我相信你也是 即是你不要跟我說什麼 人家做Sales 是講口才 講業績 就關我樣子什麼 即是不要說這些廢話 即... 但你來得我這個頻道 你都是想聽真心話 開門見山 即是我自己醜一件事 但我都喜歡看美女 老實說 你越英俊我越不屑 我樣子醜我讀是一件事 但我是喜歡看美女 老實說 你越英俊我越不屑 即是... 死開得MK 即是... 我是會這樣那種 即是... 即是... 我會有底身的那種 即是賣衣服的那種 你會有底身那種 那你有底身那種 他就有資格擠你 因為你是瘦身的 對... 你是瘦身的 即是... 即是... 就是... 把拉蟲 運動舖那種 那種... 那他都是... 有底身之餘有勇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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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自然就... 你... 就是... 你有把柄 可以這麼說 因為他出糧給你 那你自然就會受制於他 他就有權擠你 即是... 他兇你了 他... 正常來說是不會馬上解僱的 因為... 其實... 你做事做得久你就會知道 不要被老闆嚇到 對... 不要被經理嚇到 他口口聲聲說解僱你 其實他還怕你不做的 即是... 除非你真的做得很差那些 即是... 如果你正正常上 就不是太大個失的話 其實... 正常的管理層是不想這個員工流失的 即是... 正常的心態 因為... 你要再請一個人回來呢 首先不要說那個人做不做得事 是不是一個正常人 已經是... 很難保證 即是你可能會不明白 什麼叫是不是一個正常人 因為我都做事做了十幾年 即是有些人是很不正常的 即是... 溝通不了是... 即是... 即是... 他披著一個正常人的皮帶 他內心的弱智 即是... 呃... 工作態度那些之類 是很誇張的 總之有些是真的... 即是叫他銷售客 是完全是不知說什麼那種 所以... 其實正常來說 那些老闆都不是太想解僱一個人 即是... 即是... 因為他就... 要請一個新人是很大風險 對於一個... 管理層來說 即是... 那個人是否真的會長做啊 是否正常啊 做不做到事啊 各樣 所以... 其實大部分的人都寧願... 一動不如一靜這樣 當然不是叫你恃著有辭無恐 就說... 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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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 即是... 你正正常常常都... 應該都不會怎麼解僱你了 但... Sales就... 即是... 其實Sales就是整隊 人家的東西 正常都不太差的話呢 都不針對你 我相信 對... 那... 講回我暑期工那件事了 那麼... 第一天上班呢 就... 主要做跟班 真的做跟班 因為他就見我... 一來二來就沒有 他就說我... 第一天上班怕說錯話得罪 結果就陪著他們在那裡走到走去啦 那我記得當時是去灣仔的,我很記得是灣仔 那我住在佐敦,其實都蠻麻煩的,當時我忘記了地鐵費是多少 那來匯都要十幾元,總之都不嘗試了 對於一個剛剛出來工作的中學生來說,十幾元的車費很麻煩 還有吃硬是要自己給錢吃的 那他們去吃這個大家樂,當時都二十幾元,二十幾元就當時一個硬 但是都很麻煩,因為我還沒有收入,都是問媽媽拿錢的 其實二十幾元都很貴的 然後就做了一整天的工作,我發現我都沒有銷售的東西,又學不到東西 他們銷售的時間,我根本都不在場,我都聽不到,完全不知道在做什麼 然後就拿著那個行李箱,即是他們裝的那些梳包那個 類似現在的自由行李箱的行李箱,即是拖著行李箱的行李箱 那經常在做什麼,就做跟班 然後我很記得去到一個大廈 當時有鐵閘的,有個保安閘,有個保安閘,白坐在那裡 他就按鐘就說,我事後覺得他懶得是按二樓這樣,按極也按不對 然後就那個阿伯出來問你做什麼,你找誰 他就說我約了二樓那個老人院做什麼 約了他們做訪問之類 其實那個阿伯就很懷疑,你是不是 然後那個阿伯就說,你也不明白,你也不懂,我們約了,跟你說也很浪費 總之說了一段時間之後,都能上去 總之我仍然在樓下等 然後那個阿伯就跟我說,可能他見到一個非常清潔的年輕 他就說,你小心被人騙,做暑期工,這些 這些一看就知道,都不知道是什麼 當時我都很害怕陌生人,我都不餓餓,認了他們兩句 沒有怎樣交談,然後就是這樣 事後他們那兩傢伙下來就走了 其實我現在想起,他們就白狀,根本就上去 這些小伎倆就上去,根本就在這裡購物,根本就在這裡購物 根本就在這裡購物,根本就在這裡購物,根本就在這裡購物 根本就這些東西,對不對 事後當然想起,白都挑通眼眉 這些小伎倆真的不行 最後總結就是,做完之後就回到公司 然後又乘車,乘地鐵回去葵方 其實不止十幾元,我首先由佐敦去葵方 再由葵方去灣仔,這程金 然後再由灣仔回到葵方 再由葵方回到佐敦 這程車是我讀書時期很少會用過這麼大筆錢的東西 車費已經去到三四十元,吃東西又二十幾三十元 未見官先打八十元,未有良出就已經先自己按摩包 接近一百元一日 然後回去就在這裡說,幾天人說 我今天銷售了幾個 逐個站起來,圍著一張椅子 圍著一個圓圈在這裡坐,我也有份坐 然後逐個站起來說 我今天銷售到三個 我給昨天,不是,三個太少了 我說好 我今天銷售到五個客人,賣了五個鬍炮 給昨天賣了三個,進步了兩個 然後就拍手 然後就坐下,第二個說 我今天銷售了三個 雖然跟昨天都是銷售到三個一樣 但是我明天會更加努力 多謝大家 那些笑容是非常之虛偽的 即是,每個人都像那些 其實一想起簡單一點說 就像教會那些 即是弟兄姊會,懶是 溫,懶是sweet,懶是home feel 好像回家,即是回家那些感覺 拍手續那樣說 然後我站起來 我今天沒買過,我第一天上班 沒買過東西 但吸收了,陪著上司吸收經驗 然後大家 很白癡 當時我都想,當時我已經有心想 嘩,好白癡 我也是這樣想,好白癡 這就是邪教 我心想 然後,匯報之後 說了很久,浪費了我的時間 我當時已經很想走 然後站起來,大家拍手 然後到一場舉高雙手 然後一下子是 我老公的經理就叫我進房間談 他覺得今天怎樣 我可以怎樣回答 都不錯 唯有這樣回答 很正常 然後就說 今天你第一天上班不要緊 明天就開始推銷東西 努力一點 還有他就提了 可能也要推銷一下頭 他暗示說我的頭非常刺激 非常刺激的確 因為我從中學到現在都沒有梳頭 到現在 其實我不是說不想推銷頭 這裡我要講一講 我不是不想推銷 我是不懂推銷 即是 我那年代已經很流行用泥 我自己也偷偷地買了一盒 我上網看過 我問過人 你拿一隻手指 碰一點泥 然後就在頭上亂找 我看到很刺激 即是當時木村賣的廣告 很刺激 看見人家很刺激 拿一隻手指 在髮尖 那我試試亂找 結果真的成個黑衣 我真的成個黑衣 即是人家亂找 是很刺激 那些日系美藍 我亂找是那些 尼敦道 躺在那裡斷手斷腳 那些黑衣 不知為什麼 即是他們可以捉到 那個頭 有條東西 好像龍珠 但我不行 即是他們拿一隻手指 那些髮尖 那些髮尖 很尖 我捉到是 打完結 即是 類似編子姑娘 你不停捉 他就連續轉了幾個圈 我不知道怎樣捉 即是 你不是 我硬撞 我硬撞 我硬撞一隻頭髮 想 他樹起 好像龍珠 不行的 過了幾十秒 他自己丟回 我到現在 我都是不會遮頭 老實說 我是 沒有辦法 其實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怎樣捉 有機會才行 我經常都會問髮型師 但每次問完 即是 即是 在鏡頭看他怎樣捉 看他怎樣捉 我的頭 很自然 你覺得 和我平時自己撞的頭一樣 但我回到家自己捉 永遠都是捉不起 即是 我不知道原因是什麼 如果有時下得太重 即是 即是 下些啫喬 嘩 嘩 嘩 大家可能也有試過 啫喬 你很吻 你為什麼不停 不停 不停擠 不停擠 擠到整個頭 即是 好像很大汗 因為整個頭都被那些啫喬 塗滿了之後 好像 我不知道怎樣形容 好像一條條 好像很大汗 結果都是 唉 所以 近幾年 我發覺 可能 過了三次頭 已經 知道自己的樣子沒有夠 之後 我就 頭 就不梳頭 沒有太煩 即是 由他自然的亂 有些人 如果你本身是帥 就算你不梳頭 你的頭 怎樣亂也好 你也是個帥 但有些人 你本身不梳頭 你不梳頭 那你真的超級 樣子 可以跟你說 即是 像陳冠杜 那些 年輕的時候 他不梳頭 你都覺得他很帥 但你不梳頭 你抄他的頭 你是非常賤 即是 非常之 醜 即是沒得說 這個世界是這樣 那 遲些才算 可能 過多幾年 都脫頭髮地中海 例如學張偉健 這樣看過 我就發誓 我不會好像 有些 看起地中海 就 已經只剩兩邊 他就很眷戀 那一條頭髮 他就選擇 拿那些頭髮 這樣 疊 疊在中間 鋪著中間 我不知道這樣 是否好看 但我覺得 還養碎 你不如剃乾 可能我再過幾年後 都會剃乾 即是沒有頭髮 但可能直到這一刻 為止 我的頭髮都OK 可能是我爸爸遺傳 我爸爸也是高高授手 但他的頭髮真的很多 他的頭髮都很濃密 即是 我覺得地中海是有少少遺傳的因素 即是看回你爸爸 阿爺 真的會 即是我爸爸的頭髮密的話 我都很密的 頭髮都OK 暫時都不會有地中海 但你說發線是否向上移呢 應該也有 但我不肯定 因為我 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中學的時候 照鏡的時候 已經很害怕 因為我把頭髮 把頭髮梳向後面 發覺很乾頭 很厲害 即是發線很高 但一直高高高 每年每年這樣看 怕了十幾年 怕到現在發線是沒什麼 即是 我感覺上是沒什麼 怎樣向上移 仍然是跟我十幾歲的時候一樣 即是 好聽點說 即是說 你也挺好 我發線沒有向上移 難聽點說 就是你十幾歲的時候 發線已經好像三十歲 即是看你怎樣看 暫時是這樣 這個 我現在易用都不是太好的 其實不怕說 所以你不用知道 即是我再重生多一次 我並不是一個帥哥 即是不要太多幻想之類 即是如果我是帥哥 我早就出鏡了 先說真一句 即是我帥哥 雖然會影響到現實 但如果我是帥哥的話 我也想展示給大家看 即是我很喜歡展示 都想展示這些東西 即是帥哥不應該收 特別是一個單身狗 很簡單的道理 大致上是這樣 接著說回到家 然後回到家之後 立刻睡覺 很累 然後第二天我就不上班 已經不想上班 當日乘地鐵回家的時候 已經覺得這份工作浪費狗氣 連我初出茅廊的年輕人 都覺得這份工作是不行的 根本太刺激了 這些賣員生活 所以第二天已經不接電話 他又打來找我 不斷打來 當時只有家裡電話 他首先打我手提 找我不聽了 睡覺 接著我媽媽聽電話 我就跟他說我不在 接著我媽媽就跟我說 經理打來找你 他剛才說做人可以夠不負責任 你這樣怎樣不回 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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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理你都傻了 我是一個十幾歲的年輕人 是不需要負責任的 我 是放你飛機不花吹嗎 這樣 當時這份工作 連辭職 連說我不做 我已經不想再接觸這些 類似邪教的物體 你可以說我不負責任的 但是你做我現在 我可能都會用這個態度 我已經不想 那個厭惡是 由神經上發出來 大腦上感覺到 對於這件事很厭惡 我已經不想跟他接觸 這些根本是你騙我在先 跟你見公做的事 跟你登報請人的事 都不是那一回事 你明白嗎 我想做文員 你給我一些這樣的事 結果就沒有了 是不聽電話 結果就不你了之 第一份工作就無疾而終 後來 後來 見過其他工作都不行 例如 我最記得見過 例如火炭 即是看報紙 火炭有間麵包店 想請學徒 我就想去試一下 他就 OK 說來見 但是 這件事好像未說過 那去火炭 去火炭 我自然要搭火車 那我就走路去紅磡火車站 這裡要走十幾分鐘 大概 然後 當時 我由於已經是一個中學生 已經讀完中五 其實正常要用成人飛 那我仍然是用這個兒童飛 那為什麼 因為半價 沒有錢 我還沒找到光 那當然 都不是第一次 你坐地鐵那些都是用半價 即是你 有一個過渡期 即是你不會馬上 就算你明知自己 即是過了那個歲數 沒有優惠 那你都仍然是倦戀這個優惠 那我 偷偷地 那好死不死 就被一個 站長捉到 這件事我應該沒說過 那我被一個站長捉到 好 當時我已經經歷過 因為我是中五 我已經經歷過這個偷野 那些 即是年代 那我立即就假裝死狗 我就很害怕 不好意思 給一次機會 不好意思 真的沒有哭 假裝得很慘 我正在找工 我現在就是去火炭見工 即是我是 見工 在那裏 那可能很多人都以為 其實這些可能 你在地鐵 現在應該是 但是 很多人都以為 被這些站長捉到 是不是死了 那我一開始都以為 因為我沒聽過 有人是真的沒事的 即是你被一個咖啡人 抄你牌 就是死了 這個道理 即是當時我 即是我對這個站長的感覺 就好像 被一個咖啡人 捉到抄你牌 是死了 那我當時的想法 我是打算 即管試試求情 即管求情 即是說到自己的情況 因為要罰五個水 我記得是 好像罰五個水 我一定 對一個中學生來說 一定 交不到五個水 如果回去 被媽媽知道 一定會罵死 即是你見工不成 你只要這樣罰五個水 很重的負擔 那我心想 就求情 譬如說求情求 可以不可以 即是馬死樂劇 其實我預了不可以 是的 那不可以的情況下 怎樣呢 我就計劃 我的眼睛已經看著路線 就立即 當時我記得有車站 是紅磡隧道 不是 紅磡火車站 例如天橋 連著理工的隧道 那我當時心想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我立即衝走了 不要管了 即是逃跑 簡單來說逃跑 不斷求情 不好意思 因為真的給不到500 即是我想去見份工 那結果 不知道 但是求情 求了五分鐘左右後 竟然真的成功 我不知道 那站長 可能真的覺得很可憐 還是怎樣 算了算了 你現在去買一張成人 算了 以後不要再做這些 我實在說 我心裏勾了嘴 當然馬上說 麻煩了 但以後不會 以後不會再犯 那我就馬上去買了成人票 就 就 臨走以前 不乾了一下 結果就沒事 結果就沒事 但是 從這次開始後 我仍然是有用特價票 仍然是用半價票 用了一段時間 都是 因為始終我 都是那句 你不死一次的話 你是不會害怕的 但那次我沒有死 那我覺得OK 繼續 不要管 即是當時還沒找到工 那我仍然是用了一段時間 最後 之後才真的 作為一個成人的票 即是 乘地鐵 乘火車 巴士你不能騙 車長看著你入錢 那我乘地鐵 乘火車 都真是 沒有了 沒有再做這些事情 當然 現在地鐵的話 我相信你死眼 你不是有些 有失機無神 然後 衝過來 麻煩你給我一個優惠證 我看 即是 懶是便衣探員 但實際上 只是一個MTR的員工那種 即是 你不要怪我 這樣說 即是 死眼的 那些你死眼的 因為他們 我懷疑那些是有業績的 即是 即是 他要一個月 不知捉到一個人 才掌握到數 如果不是他被人頂那種 那種 所以 基本上現在 你不要指望 一定是 即是 現在真的不要嘶 如果真的沒有優惠 Wallace 你真的很有活毛 Armed 我記得車費要罰五百倍 即是 拿了十塊 要罰五百半 或五十倍 我又忘記了 總之五個水 現在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 過我了 在下已經沒有做緯犯的事情 我懂得連使用軟件都不會 開案外掛 即是 其實我玩 Scientific Online game 上手機 都已經不會開案bug 極致痛恨有人開外掛 自從信奉了Support之後 可能是這樣說 有自己的原則 大致上講到這裡 其實都少少經歷 都講了半小時 我都奉勸大家 如果真的找暑期工 或者想找些part time 就不建議大家 一來就找這些 銷售這些刺激的工作 可能真的要做快餐店 便利店 或者其他工作 還有賣雪糕等等 最好的工作 當然如果你學校 有些工是直接轉介 或者去辦公室吸收經驗 辦公室或辦公室 當然更好 雖然他也是壓榨人工 但因為你有這些經驗 如果將來見四大刊 即是說會計 那些 律師樓 肯定會有優勢 差不多 最好的 我覺得正常人 都是做一些便利店 或者發餐店 比較好 簡單單單 因為通常你做的 那些年紀 都是小時候 例如KFC 那些 見親 都是收穩的 都是靚妹 當然有些阿嬸 正常人 聘請了些兼職 都是她的靚妹 即是戴耳環 隨時一放工就去唱K 那種感覺 其實我覺得KFC的歧視 要說真的 我未見過收穩是男 即是除了經理 那些收穩全部都是女生 或是婆婆 那些 但我永遠未見過一個男收穩員 那些男的全部要做廚房 其實這件事 我是沒有人說過的 其實大家不覺得奇怪嗎 即是為何可以這樣呢 對 不過講一講 現在麥當勞好像也是 麥當勞好像 也不是 麥當勞有時都會有些男生收穩 有時都會有 但KFC我完全沒有見過有男生收穩 即是十幾年來我都未見過 不知是否我去到那些剛好還是怎樣 那算了 這些不關我的事 因為這些對我沒有好處的事 我是不會深究 因為出來工作 做了那麼久 我已經 有四個字後 我坐右名 就是限視莫理 即是不關自己的事 就不要理那麼多 那就 得過扯過 就是這樣 這次的影片就來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聊聊其他事 拜拜